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月2号 应该是个很好的日子了 那么我还是在瑞丽 今天天气还是这么好 蓝天白云 我想说什么呢 今天在群里面跟车友聊天 然后车友跟我开玩笑说 你的车现在是全中国最幸福的2A车牌 我一听 我觉得还真是有道理 还真不是嘚瑟 现在当前形势下面 家乡父老都在抗击疫情 对吧 然后还有很多回不去家的一些2A车牌 也许还在路上 这个痛苦的前行 那么我能够住在这里 舒舒服服的生活 很自在的生活 也不用担心这个疫情 也不用戴口罩 然后在这个风景卢化的一个公园旁边 的确是够幸福的 那么说这个视频呢 其实不是说为了垃圾 主要是想这个 说一下 我前几天发过一个视频 就说这个房车它是有实用价值的 那么房车的这种实用价值呢 在这次世界当中就体现了淋漓尽致 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温馨的家 那里有地方住 有地方做饭吃 不求人 自给自足 那么这是房车最大的意义 感谢我的这辆 游览好 没有它我就不知道 这个 这次的疫情 该怎么度过 虽然我是2A车牌 但是我是去年的国庆节就已经离开武汉 往外走了 那么当地政府呢 虽然说也是对这个2A 采取了一定的管控措施 相应的这个社区人员呀 这个派出所都来过几次 了解情况以后呢 也不再叨扰了 不再掏扰了 所以也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这种 思求式的工作态度 还有这种认真的这种工作态度 以使得我能够在这个特殊时期 能够幸福的在这里 安心的 自我隔离 不给国家 不给社会添乱 OK 就说这么多吧 好 美写 最后 我们要做的事 并非 做我在 照顾 Ro 病 我们 那